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杯子 从里到外它都是甜品 里面可以吃 外面连壳都没吃 复刻的是上海一家甜品店的网红 提拉米苏杯 先找个纸杯搞事情 这是我做的盖子 你还分得清哪个是塑料的吗 这是用融化的巧克力来搞定的 倒进这个盖子 还有杯子里面均匀的裹上几圈 再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 不出意外的话 顺利托博 完美 你要大杯还是小杯 里面的蛋糕 想要用的是提拉米苏的方子 教程在这期视频 唯一不同的是 手指饼干这里要掰碎一点 小杨做的这个 肯定和原版不是一模一样 但小杨没有翻车 一字成功 吃的时候千万别浪费 瓶子盖子都吃掉